2019年3月28日,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吴谦就美国受台武器等问题表明立场 吴谦表示,无论是受台武器还是军事联系都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吴谦提到,关于美方最近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动作 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注意到,美方最近在台湾问题上搞了一系列动作 无论是受台武器还是军事联系,我们都坚决反对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和行为 都无异于在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 都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是非常危险的 2019年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 发布会上吴谦主动发布 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将于4月下旬在青岛举行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将于4月下旬在青岛举行 届时将举行高层研讨会 国际舰队检阅 联合军阅展示 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 截止目前 已有60余个国家 表示将派海军代表团 参加多国海军活动 多个国家将派舰艇 参加国际舰队检阅 记者会上 吴谦对近日海军航空兵在训练中失事 深感痛心 吴谦说 海空雄鹰 永不折翼 3月12日上午 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机 在训练中失事 飞行员任永涛 年金星 被避免地面群众伤亡 壮烈牺牲 我们对战友的牺牲 深感痛心 对烈士的亲属 深表慰问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在生死关头 他们想到的是人民的安危 却唯独没有他们自己 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英雄 铸就了我们共和国的脊梁 海空雄鹰 永不折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